他會跟著他地方上的這一些,一開始比較多是士人 然後後來當然也會跟著地方上的這一些有辦法的這些人出去當兵 待遇好,宗族子弟兵 登國藩講說,打仗還是要靠兄弟父子同利才行 農民,而且要靠農民在想大半季家中 所以他的核心的這一種情感靠的是這一種人跟人的這種儒家倫理式的情感 而且是兄弟父子之間還有跟這個領導人之間的這種情感 那剛開始的領導者都儒學出身,強調儒家式的組織領導 這樣指的一個組織呢,他有他的長處也有他的缺點 長處在於他的內聚力是很強的,但是是有限的 應該就是範圍就基於他自己能夠統算這些人 他能夠充分地運用原來儒家的社會的狀態 但是他不太容易變成一個就是離開了個別的這些領袖的軍隊 所以人身依附的關係很強 所以相距到後來就出了些什麼樣的問題呢? 有人說如果說兩個部隊、一個將官不和 會因為彼此不和而不會救對方的 陳共犯曾經棄的時候曾經有一次 因為這樣導致某一部隊全軍覆沒 這種事情在中國傳統的軍隊裡頭經常發生 必須要注意到這個事情 家務戰爭也有之 就是將官不和,鬧成這樣 為什麼呢?因為核心官員他的組織型態 流生一復了 所以你們看三國演藝也是,從國也是如此 這個張飛譬如說官公死了 全軍就是全軍匹馬帶孝 而且如果底下的部將準備這個白衣白布來不及 他就把他痛打一頓 打了那個人後來造訪 意思就是說官公死了 張飛的軍隊要為他全軍匹馬帶孝 聽懂的意思嗎? 這一種傳統的這一種色彩 人身衣服是非常強烈的 那這樣子的一種儒家式的一個軍隊呢 他必須要靠彼此之間的恩義來連結 所以曾國藩要帶這些人真不容 他剛開始是要盡量的要找所謂才德兼備的人 後來也僅能集於最上層的一些人 那麼中間有些人就不行了 像有名的這個豹超軍隊 豹超是目不識聽的大帝 那他那些人呢其實跟著他一方面立軍功 常常打架結社 軍旗非常壞,壞得有名的 鄉軍到後來越來越難以控制 所以鄉軍到後來的部隊的距離不太好 那曾國泉的部隊的距離也不行 所以鄉軍到後來出了許多的問題 剛開始還能夠這樣立 那他的德在於 他能夠這樣還能夠這樣立 所以也要同情的理解 因為在中國社會當時 任何的部隊 你必須運用這個社會 既有的人理跟組織 這就是當時既有的人理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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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吧 你沒有辦法憑空創立一個新的人理組織 譬如說我們現代軍隊 我們現代軍隊是靠了愛國的觀念 我們大家是為 譬如說為什麼當兵呢 是為了國家當兵 那時候又沒有愛國的觀念 沒有,懂嗎? 沒有這樣子愛國的觀念 所以沒法應用某一種東西 那西方今天為什麼有呢? 他是戰國體制 各國之間打了很久 再加上會族的傳統 還有其他的種種的 他有一種其他的 從封建的社會轉移過來的 西方社會的封建性很強 你們到歐洲去待一待會比較了解 從那個轉移過來 所以他的軍隊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沒辦法轉移 很困難 鄉軍已經在當時的奇巴了 那麼 所以到後來頗有軍隊的劫略詩距 跟中興諸這樣的努力 那個瑞瑪麗的文章也講到 就是說中興諸將一直非常的希望 能夠他們能夠愛民 能夠不劫略 但事實上沒有辦法充分地做到 尤其到後期問力比較多 當然也有比較例外 左東棠的軍隊就剩下 這也是中國方後來要解散 就打下太平天國之後 八天之內 就打下南京之後 八天之內就決定要解散鄉軍 問解散鄉軍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麼從泰瑪麗的觀點來看 他是缺乏有才幹的終極軍事人才 就是換言之他缺乏真正的這種職業軍官 簡單講 中國根本沒有這樣的職業軍官的概念 原來的武舉出身呢 在當時的武舉也已經敗壞 而且人才也不行 沒有足夠的這個尊嚴 所以這一方面確實是個問題 沒有產生出這個人才這種社會的階層 這是鄉軍的一個狀態 那麽同時間呢 鄭國藩還曾經 後來受命要幫忙 重建綠營 沒有辦法 綠營的整個組織更早到 所以一個東西 這個歷史見到我們比較了解 一個東西 他組織已經成了之後 要改非常的困 各位知道 不如重新再做 另外地方的團練其實也不行 只能小規模的 大規模的仗子 沒有辦法對付 那在整個中央來講 中央是企圖協調管理各省的軍隊 因為這種將軍到後來散到各地 各省也模仿他的情況來念各省的軍隊 中央企圖協調管理 但是彼此間的協調當然是有限 那這些大元早期比較好 齊心未果 到了後期 就越來越有地方科技的問題 這當然也就是後來晚清的地方科技的 都是都府的這個源頭 這個在童子中心跟之將軍中的早期 這還不是一個問題 到後來這問題越來越大 那彼此這些軍費跟如何互助 這瑞瑪麗的文章裡有講到這個問題 那一旦平亂之後 如何裁軍跟復原也是一個問題 這就顯示到就是說 這樣子的軍隊 他來的人是各為了身家信令 為了這一種兄弟還有豪澤 為了應該說是為了家族式的這種家族式 乃至於跟領導人之間的情誼 在這個地方大家共同努力 但是你要它擴大這種整合圈很難 那麼這裡面也顯示到說 其實中國式的這一種家族式的這樣子的部隊 它的有效性有效整理性其實是不能夠太大 在古典時期這種宗族式的軍隊本來規模就不能太大 規模大會有問題 它必須要轉化 這個問題就必須重新考慮 歷代的軍制的問題 剛開始都要有各式各樣的辦法來重新整對 不能限於 那它們從地方上變 中央的這個管制有限 又沒有辦法變成一種全然 這個超越了這種人身依附的 這樣子的一個軍隊 加速性還很強 那好了 這個是香菌 淮菌呢 它的軍官的質量較高 它運用的西式的香泡率 遠高於香菌 不過淮菌的基本的組織的方式 從香菌來 因為一開始淮菌創建的時候 就是拿香菌的 好像八個還幾個銀轉過去 然後再擴大 所以 那麼 它的質量比較高 而且淮菌比較 李鴻章本人 對於西方的炮箭跟軍力 運用的比較多 他手下還有一個長勝軍 基本上是隸屬於他 也隸屬於親情的 不過他也很小心 讓他數量從四千五百人 減至三千人 不願意讓他的力量太擴大 結果這個長勝軍 對於太平天國的流暖 他也有很重要的功能 尤其是在把中王的大批部隊 牽制在蘇州的周圍 否則的話 鄭國泉是很難以攻下南京的 雖然說 整個太平天國的平定 還是當然主要靠 鄭國泛來指揮全局的戰略 不過 長勝軍 其實很幫助 就是長勝軍 跟淮軍的這一個結合 將中王的大批部隊 牽制在蘇州 這個對於他能夠打下南京 是有重大的影響 中興諸將 跟這個叛亂之間的關係 有鄉軍 有淮軍 還有左宗堂的這個部隊 那麽左宗堂的部隊 在平定這一個閃肝迴亂 以及平定西連 緬軍跟東連西連 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這一些部隊呢 他們的訓練的方式 是用儒家傳統的這種文理的方式組織底下的部隊 然後也參考了新式的軍隊訓練方式 也或多或少的運用了西方的軍器 可是他核心的運作的方式 還是倒是不離 以世代夫帶領的這一些 對他們有忠誠的 所以他的部隊傳統性還是比較強的 是這樣子的一個部隊 但是又沒有辦法全面的徹底的整頓 受限於他們自己本身的各種的條件 所以這個部隊的延續性是有問題的 另外他們除了 可是也能靠這個部隊 平定了太平天國 另外也平定了緬亂 緬亂呢 我上次有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應該再稍微多說明一下 緬軍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發現我今天這個組織不是太好 所以有上上下下 抱歉 我回去再調一下 緬軍的這個組織 他剛開始也是宗族跟農村老家 他是有這個所謂地方上的淤主 尤其是華北 因為華北這一帶 他常常會建立一種像小城堡式的這種淤 淤大概高大概八九尺的樣子 旁邊再挖一個深鉤 十五英尺 十五尺的這種 大多十五尺的深鉤 所以這樣是一個防禦措施 那也是因為地方上多盜匪的關係 那這個臉呢 我之前跟諸位介紹過 剛開始是一種驅病的 帶有一種信仰色彩的 一種做法色彩的 後來就變成民間的互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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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人參考之物為 外界階段和律師可能沒了 就變成民間的民間的成為 人士不把股影響 這產生了一種 認為集體的這類型 要大於自己宗族的利益 到最後他們寧死或犧牲父母子女 那麼倒楣 中帝袍澤這一意要反過來要蓋過了這種宗族性的組織 這個在鄉紀人從來不是如此 我說這個中國社會有兩種基本的組織方式 一種是比較家族式的 人生依附 都有人生依附的因素 但是一種是比較家族式的 另外一種水虎鑽石 這個東西幾乎很厲害 戰鬥力很強 而且自認人意之失 跟太平天國剛開始有點像 都是要救助窮困老百姓的 那麼戰力很強 而且1864年之後 太平軍跟他加入 成為流寇 用騎兵 用忌兵 多的時候差不多有一個到二十萬級 肆虐整個華本一帶 那麼其實我們常說太平軍 其實碾亂的危害不在太平軍之下 或者方法說不在之下 也是非常 可以是約莫相當之 約莫相當之 尤其是整個華本軍 而且是威脅到經濟 剛開始是靠曾國林 所謂曾國林心來追之 後來曾國林心也為他所拜 上次跟諸位說過了 最後曾國藩之1865年受命 用圍堵法 建立了幾個重要的根據點圍堵他 18月之後換李鴻章 因為他圍堵之後 部分的成功沒有完全成功 由後突圍而出 最後他就請辭 這是健康理由請辭 換李鴻章 還是用圍堵法 再加上忌兵跟槍砲 李鴻章自己也練忌兵跟槍砲 既追擊又圍困 這樣子 最後把他評定了 那這個事情很不容易 那我在這裡面 不是要講他的 我是透過這個東西 要講他的一個 所呈現的問題 就是湘君跟淮君 在面對太平天國 跟緬亂 跟乃至於回亂的時候 他面對的是一種組織久毅的軍隊 因為都帶有宗教性 太平天國跟回亂的 回軍的那個 宗教性 尤其想 回軍尤其能戰 所以叫回教者 相當於是以能戰為著稱的 而淮君跟湘君 是比較靠的儒家式的這種能力 組織起來的 對打的結果 能打贏 不簡單 雖然這是打得很辛苦 都是非常地辛苦 這個是非常地辛苦 所以在這個時候 看到就是說 儒家師父有他的問題 但是也呈現出他一定的能力 好的 那我們到這裡 大家整體回頭來看 整個這個 自強運動 自強運動的源頭 是從這一個 同志中心開始的 同志中心的源頭 是在於咸豐駕東之後 整個保守力量的 可以說是肅清 那咸豐本來是不願意回京的 因為1860年的北京條約 1860年的總理衙門 這個都是他非常不樂意見到的事情 蘇順雖然既有整頓官方 可是他用的方式還是從上到下 這個有限的整頓 而且他的心態上也相對比較保守 結果反而是同志繼位 跟太后垂林天子給他一個繼位 所以清朝人在這點上其實也不容易 所以沙素順、端華、戴元這些人 任用宮信王一新 所以宮信王啟用了20年 1861年到1881年這段時間 其實是新政的關鍵 剛開始能夠推動 其實是最困難的 但是同志期間有另外一個相對的 甚至為保守的 就是所謂虛用禮學名成 虛用禮學名成 就是因為整個清朝的政府 他是以尊朱、陳朱學為中心的 這一點常常被人所批評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說 我回頭來看 因為清朝的政府相較也比明朝要像 這個 我們講行政能力 雖然他有文字有很多的問題 比元朝當然也要像樣 所以他能夠用禮學 其實是讓清朝維持 他自己的統治力跟行政力 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他不能不用 可是這一些人呢 他有他的保守性 並不夠開通 但是話又說回來 哲國藩也是禮學出身的 他底下用的也大量的學 可是禮學也分兩種 一種是開放的、一種是不開放的 其實比較朝廷用的這些人 比較不行 自己能夠奮鬥出來的比較行 懂的意思吧 朝廷用的比較就是那種 意思形態的話 擺個架子弄個樣子 哇 如何行這個東西 其實這不見得真理 鄭國藩這恐怕才是真理學 這個是真正自己奮鬥出來 他比較有一種內在的變化 這個活動性 那另外 因為我為什麼這講 劉廣經在這裡意思就是說 用了禮學名稱 所以這個不行 因為他保守 沒有辦法充分去 忽然想不對呀 這個鄭國藩跟底下 一大全不都是禮學出身嗎 這這裡面分兩種 劉廣經一直脫離不了那種 就是 一切是現代化的觀點 反正是違反現代化就是要進行 這個我是覺得 不好只這麼看 單面的看 要看另外一面 那麼開始用西法西器練兵 那麼1862年練這個神濟營 懷軍也開始用許多的西式的槍炮 那麼這些事情 這個都是 還有剛剛 重新也介紹到 許多新式的這個作為 那麼 可是 諸位不要忘了 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自強運動 是必須在一個 原來中國的傳統的政治 整個的體系裡頭運作的 他不可能脫離他的運作 所以他一直面對著 一種兩難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這裡也先介紹一下 他當時 曾國藩胡丁毅所 希望藉級用的一種新政 這個新政就是說 他們一方面是要打平叛亂 另外一方面 就在各地開始要新的人才 那麼 譬如說 一方面是民政的系統 另一方面是黎晶的系統 因為他主要的財政是依靠黎晶 戰亂太厲害 地方上的賦稅是不夠的 黎晶就是 我前面介紹過的 財幹跟連結乃兩全 魔人對理財無興趣 他們希望用鮮潛智者回周縣官 與民更使 消除冗費 結果也不甚滿意 怎麼講呢 在他們的治下 確實用了許多 有德的 有能的一些人 可是呢 在刪除冗費上這一點很困 為什麼很困難呢 這就牽涉到整個清代政府的運作的方式 因為周縣底下的蓄力跟參議 薪水都微薄得很 尤其是參議幾乎是沒有薪水 蓄力微薄得很 而且數量不斷在擴大當中 原來是比較少的 原來大概一個縣的蓄力大概一兩百人 後來就擴大到一兩千人 那參議的數量也在不斷擴大 何以庫呢 有很多人就是想要衣服上來 前面跟諸位介紹過 地方上的政務的推行 也有他的繁雜跟困難處 所以那這些人怎麼養 這些人靠擁備 靠福收 他的薪水就從裡來 所以他當然希望盡量多很多人 弄一點福收、多一點擁備 從我們現代行政的觀念 會覺得不可理解 那你為什麼不就把他定額符合來 給他固定的薪水 超過薪水都算貪污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一定這麼做 這個事情我也在這裡思考 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 像劉廣經他們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總費跟福收始終難以根絕 這個問題一直吵到清末 像新派、像馮貴芬這些人 所以諸位不要以為其實 自強運動或這個 統治中心就只有洋務 所以不然 他們同時其實很關心的就是 民政的問題、賦稅的問題 他們也在等於這些事情 洪貴芬就主張一律取消 可是那有經驗的地方行政人說不行 這個取消的這個虛擬必然要作亂 參議也會作亂 地方根本行政無法推進 所以必須要同協 那這裡就牽涉到說 其實中國人當時在現一級以下 沒有辦法進行數字化的管理 行政令還不到 王女子講的對 還無法進行 因為他原來的體制 他的行政的方式 還是用以人為主 一個人、一個憲令 帶著他旁邊的一些人到地方上去 讓他們去對付這些虛利 對付這些才藝加以適當的節制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 他的還沒有辦法 譬如說中央直接發想到地方 中央跑到地方 常常跑兩三個月 那他這個行政能力還不到 我們現在可以匯款匯到你的帳戶 朱瑞說 我會這麼理會 看沒有 當時沒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想贏要運到中央戰族 或輸到地方 那都是很困難 那地方上要留 如何去限定制 誰來管這些事情都很困難 簡單講還不行 所以他的運作的方式 還是在一種以一個一個的人 來治理地方的方式 那朱瑞了解 這是傳統中國的體制 他其實是以世代夫的這些人 到了各地去主持政務為中心 他只能在他的這個條件底下 盡可能的把這些地方上的扶收、扶稅 能夠解除 更何況 不是地方官都是這麼樣負責認真的 但是曾國藩、胡靈毅他們 能夠用的人也有一定的範圍 就全國而言 還有大量的捐買來的官吏 不況太平堅國之義也有大量捐買來的官吏 所以不勝任的 只是想升官發財的官 還是占了大多數 尤其到了寂寞的情況 中央的控制力也有限 這些都府們控制力 也不是能夠到達全面 但更多的民間人 多藏勢七年的虛勵才矣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從統治中心到自強運動 至於底下的中國地方一級的行政 問題還很多 之前跟諸位介紹過了 中國大概從清中業之後的地方行政上 普遍問題是很多的 他們的能夠改善的還是設法有限 那麼在減輕民間負擔上 情況也是類似的 是非常努力的要減少扶收 可能經過這樣的幾個來回 朝廷的考量是 復稅、正負只能有限度的減 朝廷的用度很大 那在戰爭的時期 接受減了一半 一平亂之後 不接受進一步的再減 福收呢 就是在那裡來來回回 因為這個地方的政府 要到底怎麼維持 一大問題 只能有限度的減 而且減了之後 到了後來清末的這個問題一多的時候 那一段漫漫一多的時候 慢慢慢慢有了 就這個改革是非常的困難 那我介紹這個事情 是要讓諸位了解 這一些所謂的同志中心 到自強運動這些名城 他們要面對的局面 是什麼一個局面 諸位知道其實這些人 都是三頭六臂 我跟妳講的 不簡單的 這些人都比我們要能幹的太多 這些都是精英當中精英 就斟酌、禮糊 這些人不簡單 他們要面對的是 朝廷中間 也有很多複雜的政治鬥爭 地方上有各層級的官 也不好弄 還有很多舊的勢力 那麼還要面對洋人 新的東西 真不簡單 不好弄 其實總的來講 我是比較同意 這個Maren Wright的看法 這些人相當了不起 幾乎可以稱之為偉人 他其實是藝術 整個同志中心跟自強運動 是跟整個舊體系 是有相當距離 比中國原來的舊體系 還根本拿不到 同志中心跟自強運動的水平 各位懂的意思吧 我們現在批評自強運動說 他現代化的不徹底 夠不夠看 但是 以我回到當時歷史的回頭來看 我覺得這些人已經很了不起 在那個情況底下 能夠搞成這個樣子 其實很不簡單 而且他們跟大多數的舊官僚 是一直對抗 聽懂的意思吧 中國當時其實是 整個舊體制本身已經激畢生動 因為到了朝代的工業 前面已經說過 當中已經激畢生動 更何況舊觀念 舊習慣 世代夫的很多觀念 根本轉得過來 所以譬如說 像這個奕興 尤其年輕一點的軍官 到同文館去學習 算學天文 被集體反對 整個軍官集體反對 後來幾番辯認之後 他算是勉強佔了上風 就是還執行的 強迫大家要稍微做一下 可是呢 被大家罵叫鬼子六 因為他排行老六 說你這個家夥 是一個屈服於洋人的鬼子 所以諸位知道 從異星到珍珠俱古這些人 是少數人 聽懂的意思吧 多數人其實是 明天都要之後 咱們還是知道 韓總人的一套之國吧 就是不簡單 好 那麼 他們所做的 首先 是 大家其實去的很少 都不太 都抵制得很 去同文館的一個事情 抵制得很 去的也是虛應虛應故事 不願意 你覺得是學著什麼玩意兒 這個什麼洋鬼 他們願意主要做 武器跟軍事的現代化 這個事情 其實是 起在跟 太平堅國的對打的經驗 因為 太平堅國就用了大量的 新式武器 他們知道 剛開始說 我太平堅的武器 比我們都好 不行 趕快要學習 這個西法新槍爆 那 1960年代 有這麼一個熱潮 這個1865年 甚至於 建了長江水師 這是中國第一支海軍 很有趣 第一支海軍 以鄭國藩建了 七個高級軍官 幾百個中級 然後 數千名 數軍民的水軍 部隊 第一個 制度上 很學習西方 但是有限度 另外 1865年的江南製造局 這個是以真理為中心 另外 另外 還有 許多其他的 這些局 包括了 早期的安慶的軍械所 天津機械製造局 江南製造 漢陽兵工廠 經營機器製造局 西安機器局 都是這些人 曾酌李胡 還有後來的張之洞 這些人在辦 他們辦這些事情 都非常的不容易 經費上 多半都是靠著 海關的關稅 海關 關稅這個事情 我們跟之位介紹過 老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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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這條路 也就是科舉沒有改之前 最有辦法的人 有身家的人 當然還是不願意 走這一些 學陽玩業的路子 這個情況 以岩復為代表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岩復在湖偉的傳政局 副社的 學校在這邊學的 他自己本身為什麽 會去 為傳政學場學這個東西咧 他學海軍 就是因為他父親過世 沒法繼續讀書了 所以他去讀窮 因為缺乏的這種專業的終極軍官層次,因此這些製造出來的武器,其實是乏人在那裡適當的使用 武器如果乏人適當使用,造成武器幹什麼呢? 列國相爭,民族主義跟職業軍官,還有封建貴族武士的傳統 此而他們有一個能夠從製造到運作到學習的一個完整的回饋器 那這個光這樣是不足的 所以武器跟武器的現代化沒有能夠成功的 就是只能有限度的成功 當然也不能說都不成功,做出來,但是這個戰力上有限 另外就是外國的軍操跟忌兵,早期也引進了外國的軍操 所以他們也都學了一些外國的軍操 所以他們也都學了一些外國的軍操 乃至於學忌兵,也學成功了 早期看起來,在1860年代看起來很有成效跟希望 甚至一些外國的報導 可是1870之後呢,一般來講都衰落了 怎麼衰落呢?就是這些中興的這些名將 紛紛的老去,或者去位,或者不再能夠渡到 所以可見他們是少數派 所以他們面對了整個舊體制、舊官僚、舊運作方式來講 很容易被或者排除、或者很難進其功 所以這個就是自強運動早期的武器跟軍事化 因為諸位都知道自強運動事實上是以武器跟軍事化作為它的核心的 因為這只是直接從統治中心裡頭對打的經驗過來 可是就連這個武器跟軍事化呢 他都面對許多的限制 那麼這裡面當然就顯示到 整個傳統的這個軍隊必須要徹底的改變 傳統社會的這個選拔人才的方式 不能只限於儒家的世代夫這條路子 必須要有一種新的新興的失誤 可是這個事情很難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中國整個的維系 是靠著世代夫來維系 他要轉太困了 幾千年是這樣 那麼這也是被迫到後來會發生辯法跟革命的要素 那麼另外 除了陸軍的問題之外 陸軍我們前面有介紹 在這個海軍方面 雖然早期有建的水師 真正比較大規模的當然是在後期的 這個是1875年南洋水師 神保針 跟福利傳統機是有關系的 然後這個是主要的 另外當然 1888年北洋水師建軍 是一個里程碑 當時是號稱好像全世界第四大的水師 不行,戰鬥力不足 這個戰鬥力不足的原因 還是在於他運作的方式 上層的有一些世代夫在主導 李鴻章 算是精力能幹 當然有他的限制 限制也很多 可是整個中層的這個 可以說是軍隊不行 另外就是軍官不行 雖然說很多人 剛開始是從這一個 就是早期的派出國之間回來的 在甲午之戰也發揮很大的功能 可是大體而言 陽武運動在1875年之後 他的這個基本的精神就已經摔了 變成都是在那裡 人家是面對具體事務上運用的 更糟糕的是 慈禧在1881年之後當政 又把很多海軍的軍費移過來 為他所使用 大家都知道 有名的建議和原這些事情 這使得後來的海軍的更新的程度很有限 而日本卻恰恰是激起直追 在最後的一些年快速的更新 那麼無論是組織上跟實際的戰力上 都勝過了中國 所以中國除了船艦大之外 實際上的操作是有問題的 這個大家都熟悉的 另外就是開礦等企業 有開平煤礦 這個也是比較後期的 輪船招商局 這些呢 是為了要後來懂得 開始要有所謂的商戰 早期是 最早第一批是軍器 然後就是通訊、交通 後來進一步的有商戰 那麼招商局是同時接受了 富跟強的任務的 既要商戰 也希望能夠讓國家 滿足各種的運輸上的需要 最了解就是 清末的中國 其實跟今天的中國 很多地方還是有它相的地方 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單位 都絕對不僅是 符合商業的任務 他往往都還有兼具其他的人 包括國防 請他注意到這一點 這就是中國式體制 他的有他都不得已 那開平的煤礦 比較是理工中倡議的 後來也變成私人的 關都商辦 關都商辦 一般意識上認為是不太成功 不過我覺得這個東西 也應該重新檢討一下 也有它當時的困難 如果當時沒有官員在後面支撐 這東西也辦不下去 其實是說這些東西 在中國社會上 都是一眼一致 通通是心心事物 它會面對各式各樣 你想像不到的事物 在中國的主力 並不像我們今天想那麼容易 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切來講 這個通通叫做哥哥不路 開礦、鋪路 大家都知道有名的 中國第一條鐵路 後來就是上海到無中口 後來被拆掉 我們運到台灣 變成我們 台灣一開始 大概是從基隆到台北的 段的重要 第一條鐵路運作是在台灣 為什麼呢? 在台灣相對的地方上的反對小 那也就是說 自家運動所做的這一切 其實都非常的困 我會有各式各樣你想像不到的主力 而且對於傳統的社會經濟造成重大的衝擊 所以很困難的 另外 教育事業 也是顯然的 童文館 事實上剛開始大家比較驗的是 訓練一些 翻譯的人員 但是其實他內部不僅如此 他想要進一步的教天文立算 乃至於他已有像到維積分、高等代數這一類的課程 一心也想讓一些 究竟年輕的士大夫去學習 可是不行 捧迴待呼 大家不喜歡這些路子 另外一方面 他也有他一開始的限制 剛開始他都是騎人 訓練騎人 他也怕這種事情 漢人所學去 通匪通敵 他也有他體制上的這個困難 那另外有名的 派遣又同赴美國 大家都知道後來出了這個 3D6這批人 可是呢 辦了幾年之後 就遭遇極大的阻礙 因為去發現這些人 學了這些洋人這玩意之後 完全這個難以駕馭 不聽這個傳統的儒教的這一套 就發現這樣派出去 訓練出來 必然會產生重大的問題 最後就停止派出去 通訊交通 遭遇到的困難 大家也知道比較多 其實民間有許多的反對 跟害怕 那麼尤其是交通的部分 不過也勉勵地辦起來一些 那這些事情 所以大體而言 都是在以通商口岸為中心 以這一個軍事目的為中心 包括早期的開放跟鐵路 也是為了軍事的目的為優先 而且這個比較沒有爭議 一旦要擴大出來的時候 問題就相當的多 而且這個風氣的開通 是逐漸逐漸的 至於雇用外國工程師跟軍官 當時清廷的自主意識蠻強 他一直把使用外國軍隊陷於地空偏遠的地方 例如上海 另外向英國的阿斯等艦隊 這個時代人說 伊藤教練拱code 隸藥的派是為其人解散 《記者力平衡向解釋!》 《記者力平衡和解釋!》 《記者力平衡與徹佳》 《記者力平衡》 《記者力平衡》 《要又總共採用外國神》 《記者力平衡嗎?》 一方面既要鞏固舊的秩序,另一方面想要引進新的事物。 因為沒有舊的秩序,整個中國會瓦解、崩潰。 沒有新的事物,中國沒有辦法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那麼他們確實也做了巨大的努力,也做了許多的調整。 所以是,冰箱所及,多半還是及於通商口岸,跟軍事相關的東西。 到了後期,勉強開始有一些商戰,跟一些進一步的,較多的交通的設施、商業設施。 但是事實上影響都非常有限。 中國舊的體制,也可說到保守性強。 第一方面來想說,他當時還沒有辦法順利的轉型。 那麼這也顯示出儒家體制的現代化的問題。 我們能不能夠,如郭婷筠所說的,把自家運動簡單定義成尋找西方的技術呢? 我對這一點是有一點懷疑的。 他的標題是這樣,在劍橋時裡頭,是這麼寫的。 我是覺得還是除了不僅是如此,不僅是尋找技術。 他們其實一定程度上,包括比如學習外國的軍操,也會參考西方戀軍的方式, 要能夠改變自己原來軍隊的部分的組織。 當然他也不會丟棄自己,因為他的基本的核心是原來自己的體制。 是不僅是如此。 雖然是以學習船堅砲與西方這些任意為主, 可是已經跨出了這一步,他們開始注意了。 但是當然還談不上整個政治體制的動感。 在商業上也只是剛剛開始到了後期才罵出一小步。 這是我對於自家運動的一個說明。 某些專事務不寫了人果 -, 我妨害的藝女作文動講。 אני建議維line 一大迅比法 abunduch 。 你真想來考慮出一小活動, 我仔細說話和我講解馳的角色。 他認為中國除了沒有機制可以孕育終極的將官以外,對於整體體制的改革,其實對中國會有基本的危害。 那我不太清楚說他講的那個大的危害,是不是因為體制上由文官來引導整個中國的範圍? 那句話,前文文具體所指的,我也記不清了。 因為我自己在讀的時候,覺得這句話跟他前後的那個脈絡,我自己看不太清楚。 我當時讀的不太覺得有問題,好像的我的印象,我不太感覺,印象就是說,事實上所能夠改變也盡快。 自己是有限度的軍事方面。 你真的要去觸動體制改革,其實是很困難。 因為時機其實是源遠未到。 整個的事階層,當時對於西方的理解,是剛開始,之前更比較沒興趣。 現在是剛開始,天朝幾千年了。 所以這個二十世紀史家說,他這個保守性深重,是,是沒有錯。 他習慣了,他不覺得說這個事情是我們要期待的情緒嗎? 歷朝歷代哪裡會沒有一些外面條件? 他對外面的事情不瞭解,人的這個慣性很強。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你要出貪什麼體制改革?不可能嗎? 所以你看他們斟酌禮物所做的事情,我今天前面花很多時間講的, 他都還是在儒教體制內盡量要選拔有才有德之人的嗎? 這個東西真的要改變,這個要到很後期才可能改變。 你沒有那個足夠的社會條件,跟那個教育背景, 警士大夫的思想的改變,怎麼去改? 改不了,這個體制改不了。 所以我一再強調,你要回到當時的歷史去看, 他們的處境去理解他們的作為。 所以這樣來講,當時怎麼可能做大規模的改? 不可能,不可能。 在我們來看,這些當時能夠做到的是很不簡單。 所以我是比較同情地看說,他能夠做到這樣。 這些人都已經是不適,非常非常傑出的人才才能做到這樣。 人家換你我去幹,他永遠不行。 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簡單說,如果今天在工作人間之間運動,我覺得很不容易。 回到把我們自己自身當時的歷史來看,不容易。 這是對於現代化觀點的一個修正。 那你當然我也承認,他現代化的程度還遠遠不足。 這也是毫無理問的。 而且都是很局部的、很有限的。 這是我們大家所熟悉的。 不需要我們再講。 所以我到大家所熟悉的自家運動好慢、好緩喔。 這個也做得有顯著,你們都知道。 但是我說,我們真的回到歷史以下, 設身主題想想看,其實我是覺得很不容易。 其實我是要講,主要講這個事情。 而且他們是少數派,面對強大的這個環境不簡單。 所以當然談不上體質的改革。 好,今天講了這裡。 謝謝。